好 赏完牙我们再来赏花 这是占地六公顷的台中大跟浊水巷櫻花秘境 那么园区内这五千棵的櫻花都盛开了 但这片櫻花园整理起来 光是肥料农药就得要花上个两百万 不过园主也不计较 今年依旧很开放的大方 让民众能够免费来走程 五千棵桃红櫻花花海一次展开 民众趁着年初四年假倒数 最后两天赶买抢拍 这里满山满谷都是樱花 实在有过漂亮的 因为昨天下过雨的关系 所以那个蓝天特别蓝 所以配上那个红花特别漂亮 不用钱了 所以地处很大方 要不然一般这种地方 在大坑新社这边都要花钱 真的很大方 六公顷的樱花林 其实是王姓园主的私房花园 但整理起来可不轻松 除草修枝春秋两季还要定期施肥 平时还要除虫 去年光是花在肥料和农药就要两百万 但园主却分毫不收免费给民众参观 那那时候只是一个理想 想说如果能够整片樱花 就不用跑到日本 那整个园区准备开起来应该会很漂亮 那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么多人来了 演变成到说既然这么多人喜欢 那就直接开放吧 樱花一朵朵挂在枝头上 看起来小巧浪漫 再换个镜头来看 一整片桃红毯子盖在玻璃上 这一片美景 园主不计较投入的时间和金钱 大方让民众参观 而民众也乐得来走春 记得林梦庄黄机商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